在美國的二戰老兵 在過世之後 家屬去翻他的遺物才發現說 天啊 裡頭竟然有寶藏 怎麼會在遺物當中發現了 有一張奇怪的地圖 上面還有陶器 還有這些古流球王室的畫像 而且更離奇的是 FBI鑑定發現 他們真的來自18世紀 徐偉哥 這個地球上真的有寶藏嗎 這個寶藏 尤其在二戰之後的很多寶藏 現在成為很多考古 或者是那個什麼寻寶家的 所要查獲的東西 包括台灣也是 之前日本人是不是在台灣 遺留下很大批的黃金對不對 甚至有人講說 是在總統府下面的密道底下 所以之前還有人 申請要去總統府前面 凱達可蘭大道開瓦有沒有 我看看日本人的黃金 有沒有藏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再講回來好了 這是發生在美國馬射出殺之後 一個二戰老兵 他不久前過世之後 他的兒子子孫就開始 清理他的一些遺物對不對 一整理嚇一跳你知道嗎 他們遺留這個遺物裡面 總共有22件 真的不是本世紀的東西 而且更古老 搞不好是兩三百年前的東西 你知道嗎 後來經過鑑定發現說 原來在這22件的古文物裡面 完全都是琉球地區 琉球當地 就是日本琉球當地的一些古文物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影片裡面有沒有 包括這個什麼圖畫 守衛的圖畫有沒有 王室圖畫有沒有 這個王室的肖像畫 真的是畫得許許如 還有這個是什麼 守衛的地圖 還有很多的陶製品跟陶器有沒有 他們就講說這些東西 到底有多值錢 他們也不知道 後來這些子孫就上網去查一下 發現說原來這些東西 其中有四件 是被那個什麼 那個日本琉球縣政府 已經列為什麼你知道嗎 符合國家被盜藝術品 對不對 這個指控很嚴重 這是國家被盜的藝術品 對不對 既然符合到 這子孫嚇到 不敢站為己有 也不敢拿出來對不對 那怎麼辦 通知他們的聯邦 那個FBI嘛對不對 他告訴說 我不知道這些東西從哪裡來 我是整理我父親的遺物之後 發現了有這些東西 那怎麼辦 後來就經由美國政府 就把這些 因為人家都已經講說 這是我們國家被盜的藝術品 被盜 就是說你拿的人就是盜 對… 所以他們就說 我乾脆還給你好了 就還給 現在已經很順利 把這些東西 歸還給那個琉球縣政府 好 那我們剛才講到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 包括軸心國的國家對不對 尤其是希特勒 剛才講說日本也掠奪了 很多黃金跟財寶對不對 可是看到希特勒 是希特勒有沒有 國才怕人 為什麼 希特勒在很短很短的時間內 幾乎很少整個歐洲大陸 那時候被滅的國家有多少 對不對 而且希特勒說真的 他當時在佔領一個國家之後 他精心設備了一個組織 專門就是什麼 清理財務的一個部門 就專門就是我來這個國家之後 我就要清理你這個國家 到底有多少的資產對不對 我就開始要有計畫的開始掠奪 最有名的是怎樣 這個就是納粹在征服波蘭的時候 這個是第二號人物 希特勒以下的第二號人物 叫做戈林 他就掠奪下令什麼 要把波蘭的文物 全部都全部給搜刮過來對不對 所以德國後來戰敗之後 人家就從德國官方裡面 秘密報告靠之後 1944年7月為止 從西歐運到德國人物 載了多少 137輛的鐵路貨車 鐵路喔 對 你看 不是小卡車 鐵路貨車 鐵路貨車對不對 而且共計什麼 裝箱之後4174箱 這個箱子不是我們一般 看到那個箱子 箱子都這麼大小的 以前那個在故宮的文物有沒有 那種箱子 特製的箱子都很大對不對 4000多箱 所以我們人家講說 你看把這些東西 除了就地隱藏之外 其他載回德國的 就已經有這麼多東西了 那很多咧 它就開始 部分它就開始隱藏在 還在哪裡 對 大家就知道就藏在哪裡 到現在都還是很多人 追究的目標 為什麼 因為太多東西 不知道藏在哪裡 你看 現在很多寶藏 聽說是在奧地利的境內 對不對 因為那個時候 希特勒純下一道命令 命令對不對 對 用飛機運過去 大概1億美金的黃金 對不對 可是後來怎麼辦 那個飛機竟然在阿爾卑斯山 這個地方 促山之士 大家當初只是傳說說 真的假的 對不對 黃金現在很值錢 對啊 黃金很值錢 可是阿爾卑斯山 可是你也知道 阿爾卑斯山是什麼 常年都是積雪 對不對 問題是你在這邊撞山 誰也不知道 到底你撞到哪一個位置 所以他很清楚說 告訴你說 阿丹莫羅峰對不對 阿丹莫羅峰這個地方 可是這個峰也不小 對不對 好 他們就講說 這個開始 很多人就開始去搜查說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對不對 到了1945年 果然有進展 那時候就是 在山裡面發現一架 納粹的飛機跟飛行員 駕駛員的一些 那個屍骸 那有一點點小蛛絲馬跡了 就是當初的傳聞 好像是真的 對 飛機真的撞山了 可是撞山之後 在這個飛機裡面 撞到柔軟軟軟軟 對不對 那到底有沒有黃金 大家就很仔細的去查 後來發現說 現場還是看不到黃金 人家講說 其實經過這麼多年來 這個每年都有很多的 四個山崩 那個山崩 雪崩對不對 這黃金搞不好被那個冰河 不知道衝到哪裡去 掩埋到下面去 是不是這樣 不知道 後來到1949年的時候 你知道奧地利的警方 那時候專門在清查納粹分子 對不對 果然這個藍織的一個衣服裡面 查到一張單子 這張單子裡面有鑽石黃金 什麼金銀珠寶 列了一堆單子 珠單 對 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蓋章的人 是他們的德國納粹的一個 千元金元帥 你知道嗎 這個可信度是不是很高 很高 可是怎麼查 他就不可以說 賣死不可以跟你說 不告訴你那怎麼辦 那也沒辦法 對不對 後來又找到他的同伙 叫做西摩爾對不對 後來在他的教堂 一個寺廟裡面 就找到的箱子裡面 有五百多萬的美鈔跟金條 就表示 這個美鈔到底是真還假鈔 不知道 因為當時有很多 印了很多的衛鈔 希望撈亂美國的金融市場 所以後來 因為這個消息太敏感了 他也沒有證實這些東西 是真的還假的 不過比較可靠的是什麼 1938年 那個希特勒曾經建造一個 叫做狼穴的地方 這個狼穴幹嘛 是在二戰期間 他們納粹的一個指揮部 指揮中心 那裡面竟然還有造幣廠跟銀行 那做這些東西 我剛才講過說他們可能要印假鈔 擾亂的國際金融對不對 那招幣廠是做什麼 就開始自己印錢對不對 印錢 那這些錢到底真的假的 不知道 可是後來你知道嗎 因為德國後來的 納粹他的那個戰況 越來越差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指揮部 竟然變成他藏一些 一些經營珠寶的地方 藏寶藏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當初蓋這個狼穴的時候 這個狼穴說真正的 這個雖然在波蘭境內 可是因為靠近德國對不對 這個狼穴當初在蓋的時候 真的是秘密很多 為什麼 當初一萬多個去那邊蓋的人 有沒有 他竟然全部 後來全部槍殺 他是用戰斧去蓋 蓋完之後就直接槍殺 你知道嗎 而且當初蓋這個狼穴 因為在地底下很深 還有一些防禦工事 很多東西 他不要讓人知道說 他的弱點在哪裡 所以當初設計這個狼穴的工程師 有沒有 竟然他們以說 我要把你帶回去德國 究竟 可是那個飛機當飛到德國之後 一落地 竟然飛機 他們還沒下飛機的時候 整個飛機就爆炸 這些工程師 全部就死在那上面 好啦 現在大家要在講說 其實二戰期間 比較著名有幾個比較大的 那個什麼 那個珠寶 藏寶 寶藏 現在到目前為止 大家比較關心的 為什麼會突然間不見 第一個就是什麼 納粹的黃金火車 你知道嗎 這個黃金火車據傳 不是整台火車火金 黃金做的 是裡面載滿了 二十三箱的黃金 你知道嗎 而且很多價值超過 竟然一百億美金 你知道 這個黃金火車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因為他們在行駛 要回德國的路上有沒有 你看這個照片裡面有沒有 這當初聽說 傳聞裡面都裝滿黃金 剛才第一輛那個 還有很多的珠寶 你看珍貴的東西有沒有 都裝在裡面 可是你知道嗎 在經過一個隧道的時候 這台火車竟然離奇的 就是失事 而且失事裡面的人員 跟東西完全不亦而悲 是不可能 不可能 這麼大型的火車 所以人家說 這一定是在隧道裡面 造了什麼造假 把東西從隧道裡面 可能有秘密通道或怎麼樣 運走了 人也跟著走了 那再把火車給毀掉 在隧道裡面 假裝說失事 可是這個有沒有傳聞 有 可是有沒有證實 沒有 很多東西都是沒有證實 另外一個這是什麼 北京人的化石 這個北京人 以前在中國是認為 是國寶級的東西 因為在那個 大家知不知道劉鵝有沒有 老殘遊記裡面 那個龜甲裡面 就有很多就是附近 就挖到了北京人的化石 當初挖了200多塊的 那個北京人的骨骸 對不對 是 可是因為沒有完整的一整距 而且這個頭骨也只有一顆而已 所以那個時候 後來因為日本入侵 他們為了說 這個珍貴的國寶 怎麼可以讓日本人搶走 所以那時候想盡辦法 跟美國聯絡的時候 要把這個北京人的骨頭 遇到美國去 可是運的過程之中 突然間又沒了 也不見了 後來證實是這架飛機 在太平洋上空失事 那到底是不是失事 還是說被美國人藏起來 還是中國其實藏在某個地方 現在有的是一個謎 另外一個就是琥珀宮 這個琥珀宮 說真的這個琥珀宮不得了 清帝輝煌 為什麼 因為這整個宮殿 是用琥珀跟黃金裝飾合成的 所以也緊繩繩 緊繩繩繩去千條 對不對 他位於俄羅斯聖彼得堡 附近的凱撒林宮裡面 對 是因為他當初是贈送 贈與彼得大帝的 就一直放在這裡面 可是德國入侵之後 又把這個琥珀宮 竟然整組拔走 也不見了 對 都拿走了 而且現在下落帶 這麼大的一個宮殿 竟然到去哪裡了 到現在都還是找不到 你不覺得這個很神奇嗎 對不對 好啦 那不管怎麼樣 你看 這些大家都覺得說 當年這個日記納粹 到底把這個珠寶藏在哪裡 其實還有一個很有名叫 龍美友叫沙漠之虎有沒有 他當初也是因為 什麼 閱讀了很多的珠寶 他講說我要把它運回德國 可是因為在地中海的時候 傳難對不對 可是人家講說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龍美友最後階段 他是加入了什麼 推翻希特勒的行列 所以那個時候 他不可能把珠寶運回去德國 人家講說這個德國 這個珠寶藏在哪裡 最有可能的就是藏在 北非的沙哈拉沙漠裡面 沙漠裡面 對 所以沙哈拉沙漠 除了那個金字塔之外 可能德國二戰裡面的珠寶 也會成為一個 大家所要追尋的目標 對 重案 選案 封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銘 盡情鎖定